这个视频我来讲讲可能性 任意制一枚硬币 硬币落下后只有两种情况 可能是正面朝商 也可能是反面朝商 事前无法确定哪面朝商 像制硬币这样 结果不能事先确定的现象 就是随机现象 生活中还有很多事情的结果是不可一知的 都具有不确定性 例如明天会不会下雨 抽奖的时候能不能中一登奖 车辆在行事过程中 下一个路口会不会遇到红灯 等等等等 再来看个具体的例子 这儿有三个盒子 想一想 每个盒子里可能摸出什么颜色的球 第一个盒子中只有黄球 没有其他颜色的球 所以无论怎么摸 摸出来的一定是黄球 不可能是其他颜色的球 第二个盒子里只有白球 没有其他颜色的球 所以无论怎么摸 摸出来的一定是白球 不可能是其他颜色的球 第三个盒子里 既有白球又有黄球 所以每次摸出来的球 可能是白球 也可能是黄球 前两个盒子里 因为只有一种颜色的球 所以摸球的结果是确定的 对必然发生的事件 进行描述时 要用一定或不可能 最后一个盒子里 因为有两种颜色的球 所以每次摸球的结果 都是不可预知的 具有不确定性 对不确定的事件 进行描述时 要用可能 咱继续来进行摸球游戏 分别从这些盒子中 任意摸出一个球 可能摸到啥球呢 第一盒中只有两个红球 那一定摸出红球 第二盒中只有俩白球 那就一定摸出白球 第三 四五盒中 既有白球 也有红球 所以摸出的可能是白球 也可能是红球 也就是说 盒子中的球有几种颜色 摸到的结果就有几种 那从这三个盒子里面摸球 摸出白球的可能性 是一样的吗 第三盒的四个球中 有一个白球 三个红球 白球的数量较少 所以摸到白球的可能性 就小一些 第四盒的八个球中 有一个白球 七个红球 白球的数量特别少 所以摸到白球的可能性 很小 第五盒的八个球中 有七个白球 一个红球 白球的数量特别多 所以摸到白球的可能性 很大 综合来说 第五盒摸到白球的可能性 最大 第四盒摸到白球的可能性 最小 看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有大又小 它的大小与数量有关 哪种颜色的球 在总数中 数量数量越多 摸到那种颜色球的可能性 就越大 哪种颜色的球 在总数中 数量数量越少 摸到那种颜色的球 可能性也就越小 好了 就说这么多 你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做点练习试试吧